就经三联储是每个季度发一份 这样的美国家庭债务和信用情况的更新的权威数据 我是基本上都看的 这是今年第二季度发的报告 最近发的总共是16页 原文我会发到我的会员群里面 我这里先总结一下 第一 总共家庭债务的分类的情况 大家看这个图 房贷占比大概70% 学生贷款和汽车贷款的赤字 各自占9% 然后就是信用卡贷款 占了6% 剩下的就是一些其他贷款 总体占5% 二季度比一季度 整体贷款是增加了160亿 房贷和学生贷都是跌的 这是在意料之中的 一个是因为高利息 另外一个是因为还款的宽数期 不过信用卡和汽车贷款就增加了 第二 我们一个一个说 房贷的总量虽然是下降的 但是新房贷 也就是Origination的数量 却是结束了连续7个季度的下跌的趋势 上升了 新车贷的情况 大家看这个图也是同样的趋势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观察就是 美联储加息提高利率 是影响了大家贷款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影响似乎基本到头了 大家现在还是在继续开始贷款了 第三 刚才说的这个趋势 在信用卡贷款这边就更加明显了 信用卡贷款起的就更快了 第二季度是涨了90亿 现在是4.6万亿 我们的第二个观察就是 美国人看起来真的是不管不顾 尽量的再把各种的信用卡的额度用完的趋势 按照这个图的显示 有差不多3万亿左右的信用卡的贷款 是存债务驱动的购买力 这就是拜登经济学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增长的原动力 第四 那违约率的情况 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违约率还算平稳 但是我们的第三个观察 就是看到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违约率 是在明显的走高的 旧金山联储也指出了 信用卡这边的违约的恶化的情况是最为明显 另外就是学生贷款这边 以前是疫情的政策不用还 但是9月份开始就得还了 旧金山联储觉得这违约率是得要直接的标起来的 最后这份报告是整个二季度的数据累计算到一起了 如果要看单个月的趋势 就是把四五六月分开来看 旧金山联储是看不到数据的 你要去查美联储总部每个月发布的这个叫做G19的报告里面 而6月的数据是一个明显的拐点 我会在今天的会员视频里面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6月的这个数据 欢迎大家关注